另一關是打比棍對洛定咸森林 我選擇了森林的下半 為甚麼呢? 其實打比棍是一隊中上游的球隊 森林眾所周知是中游 近兩場打比棍都可以贏 雖然贏一顆 贏白鳴漢就贏三顆 你見到其實作客這隊的球隊都是一般 打過主場 其實這隊打比棍本身 入球能力在英冠來說算是低的 你看到他近10場主場 主場你應該打高一點 但他入16球,近8場 10場是16球 每場都1.5球左右 但是森林作客平均入球 你因為有場5比5我知 但是平均你是入得的 這隊球很入得的 那我都說了 King說過 入得的下半球 怎麼都會比較清先 這場球其實和球機會都挺大的 馬會開出的打比棍讓平半 我自己感覺上 是讓得比較淺一點 即是如果是一隊主場的上游球隊 對著一隊中游排名低的球隊 至少都要讓半球左右 那現在的評判給你一個超低水 我自己覺得馬會開得淺一點 那我就撥過 落定咸森林的下盤 所以總結一下 其實我這個做膽的 華麗西恩斯 買兩條二穿一 一關就卸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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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就可以乘下那個賠數 因為馬會這個網又省了 買兩條 今晚投注400元 那我多謝大家